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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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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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专注力训练或执行功能 我们叫做Executive Functions 那方面的训练 其实亦都可以同一时间大大改善到 ADHD小朋友的行为 部分ADHD儿童的家长 其实对于药物的应用 他有一些考虑 特别是斟酌在副作用方面 事实上 有部分小朋友的情况都不太差 小朋友可以先接受训练 等三至四个月后 才向精神科医生跟进 另外 由于药物主要都是针对专注力和耗动的问题 但未必可以处理儿童的情绪 但至于行为治疗 又怎样可以帮助小朋友呢 就住一部分的小朋友 其实都会有少少焦虑 或者有一个部分 即十几百分之一的小朋友 都会有少少抑郁的情况 训练方面 我们都会训练家长 怎样有效 跟小朋友相处 例如鼓励他 或者给一些指示的时候 怎样用正面的方法 去指示小朋友 一般行为治疗 都以一个目标的行为 做一个准质 即是我们先跟家长谈的时候 知不知道小朋友 有什么行为我们想加多些 有什么行为我们想少些 例如家长可能跟我们说 一个ADHD的小朋友 我想他专注的行为要多些 而分心的行为要少些 然后我们就要看看 有什么指示 能够很清晰地告诉小朋友 要做到行为 例如说 你现在要专心一点 去到看那些题目 然后我们也要跟家长谈一谈 有个小朋友有什么他喜欢的 例如说 原来他都挺喜欢家长赞赏的 又或者有些小朋友 挺喜欢 其实是会有一些贴纸 或者星星的鼓励 我们就应用一些强化物 据了解 当小朋友长大 和问题慢慢有改善 训练的方式都会有所改变 我们再加多些内化去这个行为 就是原来是因为你自己 叫自己坐定 或者是你自己叫自己专注 所以你就做得好 除了是一个行为治疗 而一个外在的方法去做之外 我们更加要透过鼓励 和情绪处理 来将他的行为去到内化 朱姑娘举例 可以用一些视觉提示卡 不需要每次都开口提醒小朋友 透过文字 其实去到 现在我就要坐下了 这个都是我们在ADHD的小朋友 其实是比较缺乏一些的 而这个文字和图画 就要达到这个效果 会将内在的语言 拉出来 让他看到 在照顾ADHD小朋友的同事 家长都要和小朋友一起学习 接着我们会教家长一些方法 如何处理情绪 例如小朋友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他 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 很生气 教他一些 用一些表达情绪的方法 帮他说出来 到小朋友 其实他比较稳定些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告诉他 刚才你这么大声 和妈妈说的时候 原来妈妈都会很不开心 亦都是教家长一个方法 如何将自己的情绪 在小朋友适当的时候 告诉他 让小朋友都理解到 原来我这些反应 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除了这样 家长都要学会 和其他人聊天 我们也做过一些小组 大家都是ADHD的家长 他们会告诉他 如何照顾孩子的辛苦 因为原来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同路人的感觉 原来不是我自己照顾孩子的辛苦 其他太太 都这么辛苦的时候 其实他得到一个 其实原来不是自己这样的 每人都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理压力 其实会减低的 如果你觉得 小朋友经常动身动势 又不专心 而冲动 会不会开始怀疑他患了ADHD 大部分不会吃得小的 就算是精壮维持到成年人 慢慢都不用怎么吃 慢慢可以减弱 其他的一些训练 例如一些专注力的训练 或者是一些叫做执行功能 亦都可以同一时间 大大改善到ADHD 小朋友的一个行为 陪着你走ADHD家长手冊 由专家为大家解开ADHD的迷思 书中还有改善专注力的亲自小游戏 陪着你走ADHD家长手冊 现已推出 立刻登入健康平台网站 了解更多 .... 高兴 记得订阅果子啦 还要按下小钟仔 今